很高兴能够跟他一起分享学习 在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如果我们要跟随耶稣 我们也希望可以跟耶稣同行 绝对不是只有我们自己一个人 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邀请很多愿意的人跟他一起同行 那我想在跟随耶稣的这条路上 我不希望我们是孤单的 那不希望是孤单的 我们要陪伴其他的人 但是我们在陪伴的过程里面 要去学习就是 怎么去好好的陪伴 那我们来看一下 陪伴的一个 我想今天第一堂要跟大家谈 那个陪伴的本质跟意涵 就是说 对了这个PPT 是可以分享的 所以你们如果需要的人 就再跟谁要呢 就 好 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版 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 人 每一个人出生下来 就需要被陪伴 被照顾 对不对 不然你怎么活下来啦 你如果你生下来 就把你丢在那里 你就活不了了 所以一定要有人陪你 愿意陪你 他才能够生存下来 但是不同的陪伴方式 其实会赢 他的态度 方式跟态度会影响 孩子的成长的结果 一定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个生命生下来 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陪伴我 但是不同的方式跟态度 会让这个反应 我的反应 跟我的认知 会受到陪伴我的人的态度影响 那请问一下 小孩子可以选择谁陪你吗 婴儿 没办法 不是像你大人 大人如果来请问 今天有人靠近过来要陪你 如果你不舒服 你可以说什么 不用 谢谢 我客气一点 我可以说谢谢 如果你再过来 我可能就生气了 你给我走开 我不需要你 所以是说 陪伴这种东西的关系的建立 不是说你 有人愿意陪你 你就一定要让他陪 那问题是 辛苦的是什么 一个婴儿 他没有办法选择 我要你陪 或我要谁陪 我被谁陪是谁决定的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陪 他要陪你 或他没办法陪你 比如说有的父母 他没办法陪 他有可能请保姆陪 那保姆陪 还有那个24小时的保姆 还有那种白天陪 晚上父母陪的 现在很多双心的家庭 他必须这样 以前还可以有 那个阿公阿嬷陪 我听过很多故事 就是生下来 那因为阿公阿嬷很孤单 孩子都长大了 在南部 所以这个长子 长子就决定要把他的长孙 送回家里 去陪他的阿公阿嬷 因为他是长子 然后女生都嫁出去了 而且他继承了所有的财产 所以他就要负责照顾父母 可是他人又在台北不行 所以他就派他的 刚出生的 零岁的长子 去陪他的阿公阿嬷 一陪 陪几年了 我遇到一个 他陪到他国中 因为阿公阿嬷过世 他才回来 十五六岁 这个命运 你想想看一个从出生开始 就最熟最熟的味道 跟最熟悉的陪伴 不是自己的父母 他头脑都知道 过年过节都会遇到爸爸妈妈 可是这就是 看到兄弟姐妹都跟爸爸妈妈很开心 他就是跟阿公阿嬷很开心的 那一个 然后有一天 当阿公阿嬷走了 请问他依附在谁 没有人 所以他在那边也不能依附了 所以他就回来到自己的家 可是一进家门 就是陌生人 那陌生人的感觉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做客的时候会觉得 坐一下可以 你叫我住几天可以 可是你叫我住 一直住下去 我会觉得怎样 会怪怪的 会变得很客气 我这个可以喝吗 我水可以喝吗 水果可以吃吗 可是弟弟妹妹进来 我们就东西就拿 他就很客气的问 没有人叫他客气 但他就是客气 头脑都知道 这是我的父母 可是我跟他不亲 我在听他的故事的时候 他在告诉我说 我心中在小的时候 我一直知道 大家在讲他的爸爸带他去哪里 他都是说我的阿公阿嬷 每次同学开家长会的时候 去他的阿公阿嬷就最老的 他一直想有一天 我如果赶快独立 我赶快坚强一点 我有成就 我的父母就会让我回去 拼死拼活的读书 那又很优秀 所以他读书非常厉害 然后就一直读上去 可是到后来他 到比较逼自己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没有办法读 突然崩溃 读到医学院的某一个年级的时候 就崩溃 因为他没有感情的支持 他一直在怀念他的阿公阿嬷 可是在这个家 他觉得就是陌生人 然后他头脑又知道这是父母 然后有什么心事都不会告诉他们 你们知道 人不是出现在旁边陪你就 你就会很舒服 你们有被陪 有没有被陪过觉得 你不要那么靠近我可以吗 有没有那种时候 有嘛 有时候就说 你可以少说一句吗 可以吗 我是关心你 我来陪 你很有时间 可是他不想 他不要你赔 那这个问题是 陪伴的品质 有没有对这个人有帮助 是谁决定的 是对方决定 还是被帮助的人决定的 请问一下你的好意 你全部都是好意 可是感受得到感受不到 要是你决定的 还是接受的人决定的 当然是接受的人决定 天下本来没事 你自己要陪我的 然后你陪我 你还不尊重我 你还用你的方式陪我 那我为什么要你陪我 所以你就知道 很多人是很热心要陪别人 可是他大家都快选 你知道吗 教会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我们很多人很热心 可是在这个陪伴的历程里面 为什么有的人 会让你很舒服 有的人会让你觉得 你的好意 谢谢 再联络 因为陪伴的品质 它的本质跟意涵 如果你没有了解的时候 你会以为只要热心就好了 我们常常讲说 你只要有一颗 愿意奉献的心就可以了 我可以告诉各位 金钱的奉献 你只要有一颗心就可以 可是我们在陪伴别人是 奉献的不是只有金钱 是生命的付出 所以生命的付出 不是只有我愿意 你还要付出了之后 让人家感受到 这个生命是威胁我 批评我 还是控制我 还是你的赔 让我可以做我自己 安心的做自己 这个陪伴 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不是只有你有时间 有热忱就可以的 所以我常常讲说 门徒训练 需要训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有奉献的心智 比如说很多人奉献的心智 去当牧师 出来之后就被退货 为什么 他的奉献的心智 我绝对没有质疑 可是他的奉献心智 跟实际生活里面 他对爱的理解 对陪伴的理解 出了状况 神学院不会教你 他教你的是什么 卡巴尔说什么东西 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 那个经文是什么意思 可是你的生命 怎么被赔 怎么赔别人 对不起 那是你个人的功课 有可能连老师 他的生命都不太会赔人 你知道什么样的人 可以当老师吗 在神学院 他不用信仰考核 没有那种信仰考核 他只有什么考核 你读了多少的这个 你可以答出来正确答案 标准的 符合我们的信仰传统的 然后你要讲的非常有道理 那你就可以来教书了 可是问题是 我们在塑造的是什么 出来要牧养 那请问一下牧养的经历 跟生命有关 所以生命是没办法用教的 生命没办法用教的 他必须去体会的 所以到底我们 我们在教会也一样 我们来教会 不是学一套东西 要去传福音 我们是要经历神的恩典 被陪伴 我们才能够去陪伴需要的人 不然我们的陪伴很容易 就是把我的价值观 灌输在对方 那对方凭什么 他从小有自己的一套信念 凭什么接受你的灌输 你一直说你很好很好 那我也可以说我很好 所以陪伴到底是在说服人呢 陪伴的目的到底是说服人 还是真的陪伴 让人有机会可以 遇见比较真实的自己 去承认他需要 他需要什么 从神来的爱 这个经历 我自己在走这条路 我会觉得陪伴 真的不是只有愿意的心 跟热忱就可以 他需要学习 那这个学习是什么 学习把自己放在一个 可以持续被陪伴的这条路上 就是我要勇于被陪伴 如果陪伴是一种经历的累积 那我必须先经历 我不可能学一套东西 告诉你们怎么陪伴人 我必须要有被陪伴的经验 这个很重要 所以其实 那个陪伴的本质跟意涵是什么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一直在陪伴 就一定会有产生好的结果 当一个陪伴没有在 没有在 爱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陪伴有时候会带来更多的 负面效果跟伤害 我看到好多陪伴其实是伤人无数的人 因为他的热忱 然后就开始会有指责 我陪你 对不对 好了 我们想象 一个孩子做错事了 你去陪他 那你本来是要希望他可以走回正轨 但是你陪他的时候就开始挑他的毛病 开始告诉他你错在哪里 你这里上帝不喜欢 那里上帝不喜欢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可以告诉你 他绝对会更糟糕 没有爱 我常常看到一些陪伴的人很热心 可是没有爱 你知道热心没有爱的结果就是 急 急 然后热心没有爱的人 他很有方法 但是他没有爱 然后热心但是没有爱的人 他很有道理 他讲的都会是对的 但是你感受不到爱 你注意听到 如果有人跟你讲 长篇大论都讲的 你无法跟他辩解 但是你听完之后不舒服 那就是有道理 但是没有爱 你知道要讲一个人 假设我今天脚受伤了 走路这样 一拐一拐 一拐一拐 你们看到我走路 一拐一拐 其实要指出我走路不正 简单还是困难 就是你要看得到我 我走路没有很正 没有正确 走路就是不正确 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你可以用爱心说神式话 说你走路一拐一拐的 这个当然 你们认谁都看得出来 可是有 真的有爱的人 不会只有说 你走路怪怪的 他会想要了解 你的脚怎么了 对不对 这个断掉 来我带你去看医生 可是如果只看结果 外在的人 他会常常去评断 别人的所有的不好 然后告诉你说 我陪你 我为你好 我跟你讲 你这样子上帝不喜欢 然后你走路这样一拐一拐的 人家看起来有爱观瞻 你知道吗 你可不可以学着我 你看我走路 这样 来跟着走 脚断掉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讲很多道理的人 为什么没有办法有爱 因为他看不到原因 他只看到结果 如果陪伴只是在纠正人的结果 那我可以告诉你 真的不要乱陪伴 我们只会纠正别人的结果的话 那那个原因就亮在那里 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我们深深的相信 人如果有 人是不完美的 人有受伤的时候 人有残缺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无条件的一致 不是你来劝告我 所以陪伴如果起心动念 就想要纠正人家的人 不太适合陪伴人 但是你的起心动念是想要了解人 为什么会这样的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就是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你走路会这样 我很想了解你为什么会缺乏信心 你为什么会常常恐惧 因为我想懂 我就会听你的故事 我不想懂 我就会告诉你不要惧怕 这样听得懂 然后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想太多了 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 有没有被人家讲过 那你下次他如果说你想太多了 你就跟他讲说 这是相对的 你想太少了 这本来就是相对论的东西 还有 你知道我想很多是为什么吗 你想了解为什么我需要想很多吗 你想吗 我可以告诉你我想 所以当有一个人来找我说 牧师我常常就想很多 然后朋友都一直跟我讲 你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优柔寡断 我很讨厌自己这样 他们很讨厌我这样 我更讨厌我这样 可是他们每次讲说 你想太多 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说当然没有 因为想很多的人 有他的故事 他如果没有想那么多 就有不好的结果 那我就问他说 这个是需要训练的 他需要在一个很不安的环境 才会让一个孩子训练成想很多 因为他一直要想办法 不要有不好的事情 那我就问他说 根据我的经验 要越想越多的人 就是他从小想很多 都没办法有好的结果 随时随地都有突发状况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 叔叔也是练过的 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也是曾经有那种 会担心焦虑的人 我就知道说 那些担心焦虑的人 就是因为他怎么想 都会有不好的东西出现 我就问那个姐妹说 那你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叫你不要想那么多就好 没有用 她说对啊 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要想那么多 要信靠主 要单纯一点 要单纯 结果那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就睡不着 因为他想说 哪里还需要对付 你们知道对付吗 我一定有什么地方 没有信心 所以我想很多 我要对付他 结果他就对付了 半夜都睡不着 对付到半夜都睡不着 然后后来就放弃 他说 牧师我叫自己不要想太多 结果越想越多 我说我不要做那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只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想得够透彻 你最怕什么事情 他就开始讲 我最怕我爸爸会打我 他爸爸是非常严厉的 只要没有按照他说的 听错了 或做错了 那这样的孩子 你说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很想讲太多了 你这样会以后 下一次叫你想多一点 错 他从小在这种焦虑的环境中 长大的人 他生怕他做错听错 就会有被处罚 那这样的人 你在陪他 你还告诉他你想太多 请问这个人需要你来陪吗 如果他就知道他自己想很多 还需要你来讲这个无用格言吗 无用格言 大家知道什么叫无用格言吗 就是讲的话 对 但是就是屁话 比如说 你如果出去 没有下雨你就不会被淋湿 就是讲一些都对 但是就没有用 你快乐也是过一天 难过是不是也过一天 好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难过 我这样讲的意思是 讲的都没有错 我当然知道快乐也是过一天 难过也过一天 那我为什么要难过过一天呢 开心 但是问题是 我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请问一下 我不开心的事情 有没有需要被了解的时候 你不了解我 你就叫我要开心 那上帝创造喜怒哀得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 所经历的东西 可以有一个管道可以被了解 要不然如果你跌倒也不会痛 你委屈了也不会哭 然后别人都不晓得你有委屈 不晓得你有痛 人多么可怜 就是有感觉是为了让 人跟人的连结 可以比较进入到真实里面 比如说一个孩子在学校 委屈了回家 要不要讲 要不要讲 你们会不会讲 要不要讲 要 会不会讲 不会 我可以告诉各位 学乖了之后就不会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很多孩子到后来跟我讲说 他到国小四年级 就回去都不会跟父母讲 他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说为什么 他说当然要学乖了 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 我大概三年级就不会讲了 我说为什么 这个姐妹就很讲 她边讲边笑 她说 这个后来我也知道为什么 我说那你讲吧 她说因为 我如果跟妈妈讲 妈妈很容易焦虑 所以我一讲 她就整个 你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不早讲 要不要我去跟老师说 我去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抱抱我一下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 这么的夸张 当然这有故事 后来我在跟她聊的时候 才知道妈妈会这样 就是因为妈妈以前 是蛮缺乏有人照顾 所以她觉得 没有被照顾是很可怜的人 所以她觉得 不会让她女儿可怜 有一点点可怜都不行 所以一有什么 她马上就加倍的要奉还给她 因为她没有 这个也很可怕 没有的人一直想要给人家 会造成她很大的压力 那我就问她说 那爸爸是不是比较冷静 她说对 爸爸超冷静的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会跟爸爸讲 她说我才不会那么笨 我说为什么 她很冷静 很理智 如果我跟她讲 她一定会把我叫进去书房 讲一个小时的道理给我听 然后讲完之后还问我说 你这样懂了吗 如果说不懂 她就再继续讲 所以后来就要说 比如说做人就是这样 同学会欺负你 我跟你讲 这个出社会你就知道 爸爸以前怎样 我只是要讲说 我今天被误会了 然后我很难过想哭一下 你可以抱我一下吗 她讲道理 讲一个小时给我听 是怎样 然后一个是焦虑到那边去 一个是讲道理 她就说 我后来就学乖了 他们如果问我的时候 就标准答案 今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啊 好的不得了 就过了 但是你要知道 我后来跟这个姐妹讲 我说你知道 那个代价是什么吗 为了你怕麻烦 被陪伴他们不懂 你很不舒服 你做的一个动作就是 不要 我很好 代价就是久了之后 你最在乎的人 可能是非常不懂你的人 相安无事 但是莫名的孤单 在我最需要有人抱我一下的时候 我拒绝了 是因为我不要你操心 我不要你讲道理 所以我跟你讲没事 一次 两次 一年 两年 我就成为一个很乖 很听话 很懂事 但是很孤单的孩子 所以你知道多少孩子是好孩子 乖孩子 但是却是孤单的好孩子 这个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还是会听不懂 因为你如果不是乖小孩的人 你就说闹我 他最被赞赏了 每次提到都提到 这个孩子很乖 贴心懂事都提我想 这种人 这种孩子在长大之后 最容易孤单 最容易忧郁 因为他都替别人想 替别人想 所以把需要都压下去 所以有时候我在陪伴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你说 我从小就是被赞赏的 我就说你很好 我会说每一个人 都有他独特需要耶稣的地方 叛逆的孩子需要被修复的 跟乖的孩子需要被修复的是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修复很重要 没有人逼你 这才是最可怕 没有人逼你 你只是为了别人着想 没有人逼你 你就限制了自己 不要人陪你 你就孤单了 然后你说回到神的爱里面 要修复它是无条件的 请问 如果你怎么想 都不觉得有哪一个人错 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一个教导 会误导我们什么 如果你受伤 你一定要牵涉到一个动作 就是要原谅 对不对 那如果万一我告诉你说 没有人伤害我 但是我很受伤呢 请问要怎么医 因为都会叫你要原谅 那请问没有人错 大家都很爱你 也赞美说你很乖 很听话很懂事 然后你就要求自己不能说 所以那个孤单 那个失落 请问要得医治在神的面前 需要去原谅谁吗 需要吗 我需要先把你揪出 谁伤害你的 你说 说出来之后 你要不要原谅他 需要吗 我告诉各位 陪伴的时候 我最怕就是遇到这种 在信仰上操弄 就是我关心一个人 还要讲道理 然后还要告诉他 你很受伤 你需要耶稣 那你要先原谅谁 那你要认罪悔改 对不起 我的意思说陪伴 放太多的前提跟要求在前面的 都不太吻合耶稣 对他要做给我们看的 耶稣在行走当中 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需要受伤 他不会去跟你探讨 你要原谅谁 或得谁得罪你 谁伤害你 包括连跟随的人想要厘清 说这个天生虾眼是谁患的错 他都不给他回答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在看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牵扯到对错 我一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一个人受伤 就要论对错的道理 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我如果告诉你说 他说我的腿断掉 他说谁管你打的 不一定要 有可能是我摔断的 有可能是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一个 陪伴一个人的目的是 为了让他遇见神 经历神的时候 请记得我们在陪的时候 不是在揪说 去论说 我跟一个人在谈故事 他的故事不是为了要厘清谁对谁错 然后再来求神原谅谁 求神饶恕谁 那个不在我的范围 因为定罪不是我 我没有资格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 拉进来陪伴 所以很多人拉进来陪伴 比如说一个人车祸了 请问一下车祸或遇到苦难了 你去陪他 我最怕遇到一种陪伴的人是什么 你最近有读经祷告吗 他也难就是什么 你得罪了神 所以你才会这样 所以你你有没有读经祷告 你最近是不是有冒犯上帝的地方 苦难跟冒犯上帝 是怎么连线的 我到现在都我连不起来的 原因是因为艺人也会受苦 你怎么可以这么快的当判官说 他车祸就是一定你犯了什么错 或你怎样 没有不属灵 你没有灵修 所以其实陪伴如果开始起心动念 有那种想要去厘清谁对谁错 我想要叫你悔改 我想要叫你怎样的人都不太适合 因为会造成别人很大的恶度伤害 上子 上偶 你去陪他你还问 你反省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 跟神稍微需要认要悔改的 有没有 不然他没办法解释那个苦难 这个对我来说苦难就是苦难 你解释什么 好端端的一个人也会被酒驾的人撞死 怎么可以因为有苦难就开始揪凶手是谁 所以对我来讲 陪伴不适当的陪伴比不陪伴还好 不陪伴比不适当的陪伴还好 我这样讲不是叫大家不要陪伴 我的意思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很热心想要陪的人 我如果知道他常常会教训人 会论断人会定罪 然后会操弄 要他承认他哪里错了 上帝才会原谅你的人 其实是不适合陪伴的 但是如果你很想要认识一个人 你想要去了解一个人 去心疼一个人 那我觉得你很适合 非常适合 然后第一关 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自己 如果我问你 如果我问说 你陪自己应该是醉酒对不对 从出生到现在 除非你有那个六七窍 就是灵魂出去 不然你从出生到现在 陪最久的是谁 就你自己 好来 那我如果随便问一下说 你最心疼自己什么 你马上可以说出来的人 就是你跟自己很熟的人 这样了解吗 然后呢 你觉得哪一段的自己是最辛苦的 你马上可以讲出来的人 恭喜你 你陪自己陪得非常深度 非常够 但是如果问你的时候说 没有都忘记了 我说你胡同自己哦 因为你的受苦 你忘记他 对不对 那你再不在乎他 不在乎他 这样我没有要考大家 我没有要考 可是你可以考考你自己 你出生到现在 有没有哪一段 你觉得蛮辛苦的 不一定一件事情 就是一段一段一段 你想得到一段的 不用讲内容 你想得到一段 想起来还有一点心酸 心疼自己的 你不用讲内容 你马上想得到的 请举手 好 放下 我不会问你们 没关系 就是说你要练习 你自己要练习 我马上想得到一段的 那表示你跟他有点熟 你在你生命当中 有一个人 你觉得他最懂你的人 马上想得到的 请举手 好 放下 然后呢 影响你最大的一个人 你想得到的 马上讲 举手 好 这个是 你自己回去要练习 就是我马上可以想到 表示你 你跟他非常非常好 你最讨厌哪一种人 举手 最讨厌哪一类型的人 好 我这个我可以问 你不要讲谁 你只要讲特质就好了 特质讲得出来吗 不要讲那个人 我最讨厌的一个人 想在脑海里面 然后他的特质是什么 这样就好 谁说得出来 白目 来 口是心非 很做作的人 我们在听的时候 很爱讲道理 然后呢 很强势要你听他的道理 是吧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当你举手的时候 你要记得 那个人 影响我们很多 但是呢 我们会最讨厌他 就是因为 逃得开还是逃不开 逃不开嘛 我今天逃得开就不会是最讨厌的 这样懂吗 像现在 假设我不喜欢这个人 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就好 他不会成为我最讨厌的人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一直叫他不要这样 他一直都这样 我又逃不开 他就会成为我最讨厌的人 通常都是很亲近的人 因为我讲过 朋友可以选 什么不能选 家人不能选 长大之后 你 什么 老板可以选 我不爽 我可以不要在这个公司吧 儿女不能选 媳妇不能选 是孩子在选的 不是你可以选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的 我们没有办法选的 类型的人 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生命中 折磨我们 一开始就是 你没得选的 就是照顾你的人 来 照顾你的人没得选 好 我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 照顾我的人 他是一个 很容易 想到什么就很难过 很悲伤的人 他没有人照顾他 也没有人懂他 那你是小孩 每次他就哭着 哭着 哭着 在做事情 你是被他照顾的 请问你逃不开 因为你必须被他照顾 他没有对你不好 他就是一直哭 抱怨难过 抱怨难过 都不是因为你 他在讲 他所没办法改变的事情 命运 你做小孩子的 依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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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对你有影响吗 那个影响超大的 就是你会希望他开心 他不开心 然后你再怎么样 他都开心不起来 你会有挫败感 你会自责 你会讨厌自己 我在说的是 好多我们讨厌的人 是我们推不开的 但是他就是这种人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跟自己 陪伴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生存之道 我既然不能离开他 那生存之道 可以怎么样 我推不开他 那生存之道 可以怎样 让自己不要那么难过 一直跑掉 可是跑不远 小时候跑不远 跑出去玩一玩 回来还是会遇到 然后可以逃到读书 我就一直读 我就不会 比如说我最 有的人就讨厌吵架 父母如果吵架 他就会很恶杂 很害怕 那他可以把耳机带着 现在孩子就耳机带着 开大一点 或者是一直专注打电动 或者是读书 他其实可以有生存之道 就是躲开 但是你知道 这样子的逃避的方式 他就错失的 陪伴自己的机会 我要讲的就是 自我陪伴是承认自己 了解自己 然后会找到 适合懂我们的人来陪我们 我们在做自我陪伴 就已经很辛苦了 我们长大还要陪伴人 特别陪伴我们的另一半 是谁选的 自己选的 我们自己选的 可是陪来陪去 会觉得有时候很累的地方 是什么 我自己算了 现代年轻人 自己选了之后 他觉得陪陪陪 陪到后来不爽了 很容易就怎样 我不要陪可以吗 父母可以 父母不能说我不要 可是这个我选的 我可以不要吧 不要最大 这样听懂吗 不要最大 那我要说的是 我们在学陪伴的功课的时候 真的来看看照顾者的陪伴 你注意看看这两个 一个是比较健康的 会让婴儿开始产生安全感 亲密感跟幸福感 如果比较不健康的 会让产生负面的效果 就会缺乏安全感 不断的涌现焦虑恐惧感 所以其实我们想想看 我们一个人被陪伴的历程 如果是比较放心的 让这个孩子可以好好地摸索 探索他自己 然后他焦虑感就会降低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 如果在玩的时候会瞻前顾后 一直看妈妈看什么 他就是其实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那有一本书在讲说 让孩子安心做自己还是放心 安心做自己 有这本书是安心吗 还是放心忘记 就是让孩子安心做自己 他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教授 女的 然后他自己在陪伴孩子的历程 他自己的孩子 他就写了一本书 他说我不是一个完美的妈妈 但是我非常用心地在 慢慢地在学怎么陪伴孩子 他说他在读教育 这方面 他在美国教那个幼儿教育 他是一个博士 他有一次他讲这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小男孩 幼稚园的小男孩 有一次就跑到他面前 咚咚咚说 老师老师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这老师就说 好啊你问啊 他说 老师为什么在你面前 我是好的 好的孩子 I'm a good boy 在你这里我是good boy 但是在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不是说 就任何其他地方 everywhere 我是一个bad boy 他就问老师这个问题 那个老师 好难过 好心疼 他就抱他 就掉眼泪 就抱抱他 然后老师没有给他答案 老师就反问他说 你说呢 为什么在我只有在这里是好孩子 在别的地方都是坏孩子 在别的地方都是坏孩子 那个孩子跟他讲了一句说 因为我在你的眼前 在你的眼中我是重要的 I'm important to you 我对你来讲 我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他说那个经验震撼了他好久 他说原来 陪伴不是在纠正一个人 陪伴是要让一个人回到真实的自己 然后可以更深的触摸到自己 他才能够在最真实的状态底下 信仰对他来说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深深的相信一件事情 唯有用心灵跟诚实的人 才会遇见神 这一点 不管他是基督徒或不是基督徒 唯有用心灵跟诚实的人 才会遇见神 而教会当中充满了许多 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讲不是故意的不真诚 因为我们在社会化过程中 我们很多过去 会陪伴是不健康的陪伴 所以我们会为了让别人 不要麻烦别人 我们会说一些客套的东西 因为我们很怕讲的真的 你会接不住 所以我们也会看说你问我 你有时间真的要关心我 而且我讲的会不会像我妈妈一样 一直唠叨 我也很怕 所以其实教会有很多关心 没办法 很真诚的原因是因为太多受伤经验 让我们不太敢相信别人邀请我们 要陪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 所以我一直在想 如果过去的受伤经验 让我们不太敢信任别人 那我们又要我们去陪伴别人 哇 那个很可怕的事情就会恶性循环 所以我一直希望愿意陪的人 一定是先陪自己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很诚实今天在这里 你要学的不是一个技巧去陪人家 而是真的把陪伴的东西搞清楚了 然后也很诚实的看到说 我被陪伴的过程 有没有哪里是需要神的修复的 有没有 我刚才讲过 如果不能推开的陪伴 让你很焦虑 为什么你没有跟神好好的说 在那个阶段 我是充满焦虑的 我在讲为自己祈祷的意思就是 如果生命经验在你的里面 都是一直是真实的 为什么在受伤的那一块 是不能得医治的 你不要告诉我你现在很好 你就那一段就不需要 你不能 我用一个例子 这是美亮 你的儿子的那个例子 跟我的例子做一个比对这样子 可以吗 用你的例子 因为有刚才聊到孩子的状况 就是我自己本身 爸爸在六七年前过世 我爸爸 我刚才讲过我爸爸妈妈都牧师 哥哥牧师 姐姐牧师 我的弟弟也是牧师 我也是牧师 就是都牧师 但问题是什么 我们走入到这个位置 都是不同的路径 我是从小 绝对不把牧师 当在选项的那一位 可是上帝就是这样 带带带就把我带回到那一位去 我跟爸爸的关系 应该是说 如果你问我画面 爸爸什么时候曾经坐着 面对面跟我讲话 就是好好的问我 关心我这样子的经验有多少 我可以告诉你没有 他是牧师 但是没有 因为他的个性就不是那一种 会跟家人拉椅子起来聊天的人 他永远都是在他的书桌 在看报纸 在准备讲道 然后呢 我们在讲笑话 聊天 他就是在旁边静静的听 他永远不会参与我们的 他是这种比较日式的 比较内敛的人 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深的遗憾就是 我在关键时刻 爸爸几乎都不是在跟我讨论决策 是妈妈还有哥哥 所以其实他离开 对我来说一个很深的遗憾就是 好像从那天开始 我就没有办法有机会了 因为他离开了 他每一样在讲他的孩子的 简单讲就是 他的孩子在小的时候 是跟爸爸是比较疏离 因为爸爸在长期在哪一国 德国 在德国读书 然后有十年的时间 所以孩子在很关键的时候 是比较少爸爸陪 可是后来 爸爸有多一点在陪他的时候 孩子跟爸爸的关系就非常好 就好像很亲啊 会聊天或什么 可是爸爸在去年离开 去年走的时候 这个孩子就一直都很 一直很在乎 一直在那个心中走不太出来 我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马上有个感触 是我们两个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我一直都是缺的 爸爸都在旁边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机会 跟他好好的聊 这个孩子是缺了 然后后来有修复爸爸回来 可是不要忘了 这个孩子缺的部分 从爸爸好好的跟他谈之后 他就都没有谈 这一块其实是隐藏在很深的里面 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就是爸爸离开之后 他全部都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在陪伴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最需要注意的 不是现在很好的人 他就不需要人陪 有可能你现在的好 把过去的不好压下去的时候 有一天当你不好的时候 过去的全部反扑 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 感谢主我现在很好 我说没有现在说你不好 我在说人的一生 需要被陪伴的 有很多地方 我们如果有缺 应该要跟神说 回转向小孩最妙的地方 就是你曾经失去的地方 你可以再求主帮你找回来 不要靠自己说 我忘了就好了 时间忘掉 不会让一个人好 因为等失落来的时候 再一次的来临的时候 那个过去的遗憾就出来 就跟现在的打架 因为你以前以为没事的东西 其实都存放着 等着有一天会出来 这个跟什么 很多人都以为 夫妻关系到后 两个很好 可是只要冲撞到过去的 议题的时候 他就爆炸 好好的 夫妻两个好好的 只要议题出现的时候 两个就开始爆 然后吵什么呢 在吵的东西就是 外人没办法理解的东西 通常夫妻在吵架 会找我 他们在吵起来 别人都认为不可思议 这个有什么好吵的 但是只要听到他的关键字 我都听得懂 比如说 他明明就知道 我最讨厌不公平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那我就说明明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 你讨厌不公平是真的 那你讨厌不公平 请问是结婚才讨厌 还是结婚前早就不讨厌 当然是一直都很讨厌 他明明就知道 我说 我就跟他讲说 所以你不公平的经验 到现在都还会被掀起来 你知道那个多痛吗 我没有说不对 我说多痛你知道吗 可见得你痛到 别人碰到的时候 你会哇哇叫 就是因为你没有好好求神医治 我说这是很好的时刻 我在陪他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每次我在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 我就发现陪伴 如果你真的好好的去陪 你会发现 没有大部分的人 很难从出生到现在 都是被健康的陪伴 我这样讲 就是说有可能父母忙碌 有可能很多因素 让这个孩子 没有办法健康的被陪伴 比如说父母忙碌 这个孩子有可能就限制自己 不能跟他要求 穷 家里穷 我什么都不能要 我会告诉他我不需要 可是心里有需要 又讲不需要 就不一致 然后很痛 告诉他说没关系 骗自己 所以你知道多少时候 那个不健康的陪伴 不是父母不健康 不是 是因为整个状态没有办法让你很健康的被陪伴 而且你苦读自己 苦待自己 鞭策自己的人 大有人在 你知道摇紧牙根根告诉自己说 我一定要怎样的人 你要知道这个一定要怎么样的人 他是开始拿起一个鞭子鞭自己 如果没有那样我就打自己一下 没有那样我就打自己两下 这个自我鞭策 别人不懂 所以你知道很多不健康的陪伴 不是别人不健康陪伴你 是你不容许自己有健康的被陪伴的也有 看到父母那么辛苦 他们吵架 你要乖到像小猫一样 然后有需求 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到 不然他们会更累 压力更大 吵得更凶 所以他就要一直压 压自己 把自己压得非常非常的渺小 然后要附和所有人的要求 你说这样辛苦吗 太辛苦 可是他就这样长大了 到底他如果不是很健康的被陪伴 在神的爱里面 福音是什么 福音不是现在你好我好大家好 也不是 不是信耶稣的人就有好处 也不是 很清楚 耶稣是要带医治跟释放 跟拯救的 所以如果在被陪伴的历程 我们没办法选择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辛苦 如果你愿意诚实的人 你才有可能在受伤之处 没有被健康陪伴的地方 诚实的跟神说 所以对我来说陪伴就这么简单 但超级难的 听起来真简单 但是实行起来超难的 因为我自己要跨越的东西太多了 我等一下会讲一下 这个希望 回想自己被陪伴的经验 哪些让你觉得很舒服 自在 哪些是不舒服的经验 从这些经验当中 我们可以开始慢慢探索 陪伴的本质跟意涵 我们一定有 谁来陪我的时候很舒服 谁来陪我的时候 不自在的 有没有这种 他一出现 我就觉得会紧张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他爸爸一出现 他就开始紧张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爸爸很凶 很严 但我的紧张是 他每次很严的时候 就会开始 久久回来一次 就会开始看 兄弟姐妹之间 他最要求 要求最严的是 他越看重要求越严 所以如果成绩不好 不乖就开始打 然后他是最小的 从来没有被打过 可是他后来到五十几岁 他爸爸走了 过世之后几年 他就开始犹豫 重度 然后他的姐姐超不爽的 他带他去找精神科医师 陪他来找我 然后他就在我面前 一直骂他那个最小的妹妹 他有什么资格生病 你跟我讲 牧师你说平平理 他有什么资格 他从来没有被打过 我被打最凶 我的弟弟被打最凶 他一点都没有被打过 从来没有 他有什么资格 忧郁恐慌 我就看着他头低低的 我就跟这个姐姐讲 大姐讲说 他也七十几岁了 然后这个妹妹五十几岁 我就跟他讲说 你被打最凶 我同意你会不舒服 可是你知道 妹妹被疼爱的人 我就问妹妹说 你告诉我 姐姐被打的时候 打完了 爸爸转身抱你的时候 摸你的头说 这个最乖的时候 你会很开心还是很焦虑 他就说 我怕死了 因为我很怕有一天 如果我不乖 是不是也会被这样打 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打过 但是他恐吓自己 不是只有一次 一个被打 他就恐吓自己一次 两个就两次 所以你知道被打过就痛一痛 就哭一哭就走了就好了 那个没有被打的 爸爸每次回来就要下好多事 因为他上面好多哥哥姐姐被打 所以他就讲着 我说 他说每一次都好焦虑好恐惧 说万一这个手 如果在摸我的头的手 如果有一天我不乖的时候 就打下去了 好怕 然后姐姐在旁边就看他 我说你知道 他每次被这样惊吓 惊吓惊吓 这样几年下来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恐惧的 没有安全感的 然后妹妹就在那边点头 然后姐姐终于有一点点听懂 不然他本来就一直很气 说你有什么资格生病 我说生病没有资不资格 他就是被吓倒了 后来我为这个妹妹祷告 他有太多的焦虑恐惧 是不被容许出来的 好 我今天的时间 我们到15分会休息 那我想说 等一下第二堂的当中 你们有什么问题 第二堂的时候 我们就也一起来讨论 那我可能要把它先 到15分钟把它准时 陪伴不是为了快速的解决问题 好像把所陪伴的对象 当成是一个问题 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来 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问题 我说我是人 我不是问题 所以很多人来找我跟我讲 牧师 你可以帮我听听吗 看我到底哪里有问题 我说你没有问题 他说可是 我很容易焦虑 我说焦虑不是问题 焦虑是结果 它不是问题 你不是问题 你是一个人 一个健康正常的人 遇到事情 他才会焦虑 焦虑不是问题 我再三的跟他讲 焦虑不是问题 焦虑是结果 你如果愿意跟我讲 我可以听 焦虑不是问题 所以我不会为了 你的焦虑祷告 我会为了你 为什么会焦虑的故事 而祷告 我们常常 祷告都是头痛就祷告 主啊 你让他头不要痛 脚痛 主啊 让他脚不要痛 心不要痛 我的心痛 就是有遭遇才会痛 你为什么不听 我为什么那么痛 我的故事 你要不要听 为什么我们不想 不太想讲自己的故事 因为有时候讲了 别人听不懂 然后七嘴八舌的 传我的 把它当成八卦 不然就是 又劝我 劝我 你劝的东西我不会 早就不知道 劝到那边去了 都没有用 我才会那么痛苦 劝要是有用的话 早就有用了 你知道劝一个人 是在伤害一个人 你知道吗 劝一个人 就是伤害这个人 你注意听 好了 好了 不要生气了 这样生气会伤身体 好 来 所以我在跟你讲说 你的行为 你的生气是对的 还是错的 错的会伤害你的身体 我在指责你 不要生气 再来 那听听讲说 其实这个事情 也没有那么严重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 再否定第二次 你是一个没有度量的人 这样懂 然后再讲一讲说 其实你想开一点 你就不会生气了 第三个说 你是想不开的人 所以我从头到尾 都是在展现一个什么 我 怎样 我是大量的人 你是一个小气的人 所以我现在用大量的人 来跟你小气的人 说服你 不要这样 要跟我一样大量一点 你听我 这样有自以为吗 这样有自以为吗 我可不可以很温柔的自以为 可不可以很温柔的自以为 只要口气 耐死一点 那个伤人于什么 无形 想那么多 对身体不好 其实这个事情 也没有那么大不了 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快乐也是一天 难过也是一天 跟你讲 我好睡到不行 是怎样 你好睡是你家的事情 我的烦恼是什么 你要不要了解 所以陪伴人的 很不适当的地方就是 想要用自己的好 想要说服别人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好 那我会有事 你来我这个位置看看 稍微做不好就被扒下去 你来我这个位置 试试看 我来扒你好不好 然后看你敢不敢 扒你几天之后 你就吓死了 你就很担心 不是不用那么担心吗 不用担心对不对 然后他就 我爱演 我说我以前应该去当演员 但是就是被牧师耽误 陪伴不是因为解决问题 然后第二 陪伴不是在谈论是非对错 请记得 你谈论是非对错 只会让被陪的人 更加的罪恶感 不是对是非对错 不是为了填鸭式的交斗 我告诉你这样 你听我的就对 你听我的 这个很容易出现在 比较极权的国家 跟极权的体制里面 我说了算 听我就好 那这种很容易在信仰教导上 就是比较权威的领导者 会告诉你 不要再这样 停 如果你没有照他讲的 继续怀恼 他就会骂你 因为你没有听他的 你到底有没有 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 我被牧师骂了 然后他就哭着跟我讲 我被牧师骂了 上个礼拜 我说骂你什么 他说 我已经跟你 陪你两年了 我讲的话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听进去 还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烦恼 然后我就被他骂出来 说你又不要再来找我了 然后他就赶出来 牧师说我都没有听他的 我一直都烦恼 他已经劝我那么久 我都没有用 所以我被他骂说 不要再来找我 我没有信心这样 那我就跟他说 你可不可以问牧师说 那我两年来 你有听懂我吗 一样的道理 我劝了两年 但是我这两年 有没有听到你的根源是什么 我当然要讲 填压很快 随便可以圣经经节 马上用上去 你就要照这样 没有这样 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照着我的 我给你的是良药 圣经教导 你没有好起来是谁的问题 你们的问题 好轻松 我只要准备一些良药 然后你有问题我就丢给你 没有好是你的问题 都你的问题 信心不够 这样子 这样的陪伴会让人家很不舒服 然后陪伴不是为了要求 别人改变另外一个你 所以不必用你的例子说 跟我一样就好 没有那种事情 你可以不用跟我一样 你就是你 但是以你的诚实 面对你的神 不是要跟我一样 再来陪伴不是在探索隐私 然后四处八卦 好多人以关怀陪伴之名 在行八卦之实 我跟你讲 要为他祷告 他的家庭这样这样 巨细迷移耶 他就在讲八卦嘛 有的东西保留一下 不用讲的这样 陪伴不是为了 在抓自己的存在感 好像陪伴有人说 看到你那么辛苦 我就感谢神 我说感谢什么 因为神实在对我太好了 我说 不要笑得那么夸张 真的有人耶 而且还跑来跟我讲说 牧师我好喜欢当志工 我说为什么 因为看到他们那么辛苦 我才知道上帝对我多好 我说请你不要再去做志工了 因为他们 他们真的很辛苦 请你不要拿辛苦的生命来垫底 然后来刷你的存在感 不要忘了 你虽然不在他的位置 可是你的辛苦是独特的 如果你不诚实 你一直用别人的不好 来告诉自己你很好 那个只是暂时的 所以如果你的赞美 都是说 主啊 我感谢主 我没有得到癌症 感谢主 我没有这样 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陪伴 对方就会变成 你刷存在感的对象 这样是不妥 他如果有一天知道的时候 他宁可你不要靠近他 所以有的人跟我讲 赞美主 感谢主的见证 是在讲他没有像别人怎么样的 所以我说他们这么样 他们需要主 你也需要主 最后 陪伴不是在分析打量 研究归类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是怎么样的人 你这种人 就是这样 分析来分析去的也很痛苦 然后陪伴不是为了要 养成对方的依附关系 如果今天有人说 牧师只有你懂我 我就会请你走 因为我没有要做你的救主 我可以懂你 但是应该有很多人都可以懂你 我们一起在陪伴 不是只有依附我 陪伴是一个尊重 对方所处的生命状态 不急着带他离开 我一直在想 一个人受苦这么久 你不可能一句话 就把他带离开 你可不可以有耐心 陪他哭一下 陪他讲一下 陪他在那里遇见神 所以我觉得受伤 如果是用黏下去算 为什么凭什么 你陪他一次 他就要好起来 我从来不觉得我陪伴人 可以陪一次就好起来 他需要时间 他在那个处境当中 他的状态里面 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 需要时间 互为主体 不是只有你 你是主体 他是主体 有时候我们自己 要看到我们自己的主体性 深刻的同行 有人说陪伴就是什么都不说 不是 陪伴有时候不说 但是有时候要说 但说什么 其实重要的是那个同行 就是不让他孤单 我常常觉得说 他的辛苦我没办法替他 但为什么我要陪 他要我陪 我要陪 因为在陪的时候 让这个受苦的人 不是孤单的 最最重要 人最大的苦 不是受苦本身 是孤单的受苦 一个孩子 他就算他被委屈 被误会 他回来跟妈妈讲 妈妈不一定要去找老师 找谁都不用 但是他让他的受苦 是不孤单的 抱抱他 跟他讲说 你辛苦 我为你祷告 如果你想怎么做 你再跟我说 但你不想做什么 也没关系 但我要陪你 我不让你的受苦 是孤单的一个人面对 这个才是深刻的同行 好 容许陪伴 陪伴是容许有许多 惊喜的发现 很多 我真的要讲 我在陪人的过程中 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 就是他 他会跑出一些 超乎我的想象的东西 就是 我可能只是陪一点点 可是圣灵的工作 会让他有很大的发现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起在 面对那个惊喜 不是惊吓 是惊喜 尊重生命开展的时序 不急躁不强迫 以前我会 我会觉得陪你多久 你大概就要怎样 可是我现在不会 因为我觉得 生命在发展的时序 是上帝在掌权 不是我 那我越尊重这个时序 那神的爱的动工 就会越深 比如说有人跟我讲说 牧师我不想讲太痛了 我说好 我尊重你 你什么时候要讲就讲 结果他说他不想讲 对不对 那我说不用讲 对不对 那我说但其实我跟你讲 因为他就在 他就等着 有没有人真的尊重他而已 那我就尊重他 你可以不讲 然后他就 这个人可以 他就开始讲了 他只是在测看看 这个人会不会一直逼他 不会 不会我就讲了 这个常常有的事情 让对方做真实的自己 接纳他所有的 包括他的坚强跟软弱 我很喜欢 在陪伴过程中 去看到一个人的样貌 他有坚强 他有软弱 我不会只挑他的坚强 跟他讲你好棒 他的软弱 我也不会觉得你很可怜 因为软弱是真实的 他不可怜 但是我会说 那个软弱的地方 让你很痛苦 我可以慢慢的去理解 但我接纳 那是你的一部分 那你诚实让我看 我觉得你是有勇气的人 就是他的整全的样貌 我们必须要接纳 不能只有说 你不要看那个 你其实很棒 这种人就是叫他 不要忽略他的软弱 告诉他很厉害 那如果你说他很厉害 他就厉害 他不需要耶稣 他需要耶稣 在软弱跟坚强的地方 都有神的爱来接触他 好 休息一下 不好意思 超过了六分钟 我们休息到什么时候 那可以再多一点点没关系 好 三十五分 好 三十五分钟 谢谢 三十五分钟